橘色惡魔国庆前三校联合演出 这段吊鞋插曲再呈讨论焦点 画面中竖笛手跳着跳着鞋子掉了 他镇定自若穿着袜子继续跳 边跳抽空把鞋子撸到脚中央 3 2 1 抓准时机成功采击 吊鞋过程不慌不忙 画面被po网大获好评 但你不知道的还有折扒 穿不到20秒同一个人同一只鞋 又再度飞了出去 他干脆放声 途中队友还不小心踢到 这谁的鞋算了先踢去前面 助敌手就这样穿袜子跳了三分钟 最后是指挥帮忙捡鞋 而另一头的萨克斯风手 也面对同样的状况 萨克斯风手也是跳一跳鞋脱落 但他找不到时机穿 等到挥手羡慕 从上前穿回鞋子 不知不觉当中就把那个鞋子给穿回来 我觉得很赞 应变能力超强 两人的吊鞋小插曲 也展现出橘色恶魔的高稳定度 碰上突发状况 镇定自若 完成演出 接下来杨先生的景臣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 感谢观看